一刀穷一刀富 一刀石破天津 一刀穷途末路 这句话 倒进了赌石这一行当的凶险 赌石是珠宝叶的术语 是翡翠原始交易的方式 指翡翠在开采出来时 有一层风化皮包裹着 无法知道其内部的好坏 只有切割后才能知道其质量 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预测性 赌石界的传说总是耸人听闻 一老板豪至600万玩赌石 最后亏到妻离子散 内裤都被拖去抵债 一男子开出50年最牛赌石 380万切出10个亿 赌石狂人一刀亏了1亿5000万 再切一刀赚了18个亿 不管故事多离谱 赌石风险多高 仍然有人幻想自己是上帝之子 能靠切石头走上人生巅峰 在我国地处于南省西南部 隶属于德宏歹族景坡族自治州的锐利 就是著名的赌石之乡 无奈山高路远 早些年人民群众非到滇缅边境不能赌也 但近几年 这个神秘的行当 乘着视频直播的滔天海浪 扶摇直上 逐渐成为了大众的掌中之物 通过翡翠堵石直播间 躺在自家沙发上 跟主播拼眼力 和商家拼智力 和自己拼手速 就能体验一刀穷一刀富的刺激 对瑞丽而言 直播软件就是天赐的大财神 2013年 瑞丽市共有珠宝玉石产业5000余户 从业人员近6000人 以珠宝为首的文化产业 占全是GDP的9% 到2019年 瑞丽珠宝翡翠直播行业 年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截止到2020年5月 在瑞丽珠宝翡翠行业 从事直播的人员 已经超过6万 从传统的线下翡翠市场 到如今翡翠直播兴起 可以说 想要了解赌石 就得看瑞丽 想要了解瑞丽 就绕不开赌石 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的第八期上集 今天我们就通过 生挖赌石生意 聊聊瑞丽这座翡翠之城 看看当地人如何靠石头 上天堂 下地狱 瑞丽位于云南省西部 仅邻缅甸 由于瑞丽的西北 西南 东南三面 与缅甸接壤 所以要想了解瑞丽这座城市 不得不先了解缅甸 缅甸的面积 约为67万平方公里 和我国青海省差不多大小 但却拥有大大小小135个民族 因为复杂的民族问题 加上英国殖民时期 奋而制制的政策 缅甸内部民族矛盾激烈 独立武装力量分居国家各处 为了应对频繁的战火 缅甸大多数军队 选择以毒养军 宜军互毒 比如缅甸北部的善邦地区 就是英宿的集中种植区 同时 缅甸也涌现了很多贩毒集团 比如罗辛翰集团 在巅峰时 拥有4000人的武装部队 罗辛翰也被当时的 美国总统尼克松 称为海罗因教父 又比如 80年代初期的昆沙集团 控制了金三角地区 70%的毒品生产 和大部分的贩运业务 获利数亿美元 除了作为毒品大国以外 缅甸还是玉石大国 有数据显示 全球70%的玉石产量 被缅甸垄断 在高端的保时级翡翡领域 缅甸更是霸占了95%的份额 种植因素 开矿挖玉 也就成了缅甸人 为数不多的生存手段 在当地 矿工为了可以拥有一天 24小时的工作精力 选择稀释毒品 所以滥用海洛因 对矿工们来说 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这导致了艾滋病毒 在矿区的泛滥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 拥有169.8公里长边境线的锐利 与缅甸 通过农田 小河等相隔 锐利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从缅甸走私毒品 和翡翠的最佳通道之一 毒品和翡翠交易的行星之火 开始在锐利燃起 在当时 老缅经常把毒品和玉石 放进筐子里 上面放上瓜果 再盖一块帕子 趁着天黑 通过小路到锐利做生意 一路上 几乎不会遇到任何检查 20世纪80年代初 缅甸与我国接养的 金三角地区的鸦片产量 已经达到了700余吨 生产能力的提高 加上当时全球对毒品的需求 不断扩大 在暴力的刺激下 金三角毒品大量外运 然而 从80年代开始 一直作为毒品中转战的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 对毒品贩运 加大了茶几和惩罚力度 如何把毒品更多地推向市场 成为了毒销们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已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 成了毒贩们的目标 他们首先在云南 开辟多条运输线路 比如 怒江州的片马口岸 宝山地区的腾冲县 德宏州 瑞丽市等地区 都是毒品运输的重要通道 毒品从最开始的零星渗透 到慢慢变为批量涌入 瑞丽的毒品消费市场 也被彻底打开 1987年 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 开始对易感染HIV的高危人群 进行艾滋病血清血检测 起初 防疫部门并没有发现 有人出现感染现象 直到1989年10月 在对一批吸毒者的检测中 HIV病毒首次露头 两个月后 数量激增 共计有146人 被检测出携带HIV病毒 瑞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首次发现成批感染者的区域 毒品和艾滋病毒 在瑞丽市悄悄潜伏着 无数市民对身边存在的危险 忽然不知 一部分人在不知情 无防备的情况下 就感染上病毒 到1993年年底 瑞丽及周围县 共计发现833名HIV感染者 占当时以公开的感染者 总数的71.9% 感染者日益增多 但全国上下 对瑞丽的情况还嫌要了解 1994年7月 由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组织的 14人设置小组 赶赴云南 进行拍摄急读现场和禁读工作 隔年 纪录片《中华之剑》 在全国热播 在片头 制作组写着 迄今为止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 一次用300分钟以上的电视纪录片 向公众展示 自己所面临的毒品问题 由于纪录片大部分的采访地点 在毒品中在区瑞丽 瑞丽的遮羞布被彻底掀开 对于当时的瑞丽政府来说 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 及时补救 增加就业 保证稍微稳定 成为摆在瑞丽政府案头的首要任务 按照构想 瑞丽可以借接近缅甸的优势 和国内的翡翠市场 转变为一座东方珠宝城 而早在1992年 瑞丽市政府就有所行动了 当年 他们在市中心 划出一条街道 专门于珠宝玉石交易 等到珠宝街建成时 84间店铺 136个摊位 随即被抢购一空 在这个行当里 有两种玉石贩子 一种是把花花绿绿的玉石 摆在铺面地摊上卖的 在当时 这种地摊上 明面上卖的是不值钱的翡翠界面 但其实做的是 深藏不露 以小博大的翡翠原石生意 一般来说 翡翠原石有两种 一种是山料 一种是紫料 山料是从翡翠矿山里 直接开采出来的 还未经过风化的石头 质量不好 紫料是在河床 山坡和立岩中开采出的 具有风化外皮的翡翠 一般来说 紫料比山料更好 更能产出高档的玉料 而堵石堵的就是这种 外面具有风化外皮 一眼看不出 翡翠质量优劣的原石 按照业内的说法 目前的堵石 又大致可以分为明料、半明料、开窗料和暗料 这四种堵法的风险依次抬升 明料风险最小 暗料因为完全由原石皮壳包裹着 风险自然也就最高 老话说 神仙难断寸域 说的就是堵石的风险 还有一句行话 叫不识敞口不玩堵石 意思是 在买翡翠原石时 一定要看原石的产地和特征 否则就没有做堵石生意的资格 敞口不同 翡翠的外观 质量和颜色就不同 比如 缅甸达姆坎的原石 外皮作为赫灰色、黄红色 个头较小 怕感的原石 皮薄 以灰白和黄白色为主 个头大等 据董行的人称 通过看外皮再借助灯光 就能大致看出一块石头的优劣 当然 更具体的堵石还分好多种 从堵种水、堵颜色和堵裂 每个拿出来分析都能写一本书 堵石的门道技巧非常多 有懂的人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 由于堵石可能存在买家出价 和本身价值相差巨大的情况 所以在当时只要有人路过地摊 不管买不买 老板都会搭茬 介绍自家石头 如果有人因为好奇离近看两眼 那就会被拉住软磨硬泡 常见话术是 别看这是一块石头 买回去 如果是发着绿光的翡翠 那你就发大财了 至少能赚十几万 而现在你买的话 我只要你几百元 有些人被忽悠着 就把钱交上去了 另一种是 三五成群 坐在珠宝街外面的大树荫下 瞄着过往人群 不吆喝的 这些人玩的是成千上万的买卖 他们一般都是自家在缅甸有矿 所以原石的质量高 买卖的规矩也是先付钱 后看货 还有一些是赌石中间人 一般是懂汉语 并且还有翡翠货源的缅甸善族 柯青族 或者华侨 他们则等待赌石玩家上前问货 如果买家和中间人谈妥 中间人就会把买家 带到锦临珠宝街的友谊宾馆等地 进行交易 因为翡翠交易的存在 瑞丽当地的一些宾馆 会有专门的区域用来进行赌石交易 一般 宾馆一楼是低价的原石交易区 二楼是独立客房 里面大多数是缅甸商人的摊位 优质原石可能就藏身其中 为了增加神秘感和保证私密性 宾馆即使在白天 也会窗门紧闭 拉上遮光窗帘 买家入场后 需要用强光手电筒查看料子 能不能捡到宝贝 完全看运气和经验 然而在90年代 赌石生意确实成为了好运的集散地 在当时 一些自取为资深玩家的人 热衷于买暗料 在他们看来 那些半明料 开窗料等石头 即使赌对了 砖头也不大 而暗料或仅开一点皮的料 赌对了就能一夜暴富 比如 某位地方政协委员在读书时 就从一个老免的手里 购买一块翡翠原石 当年 这块翡翠原石入手价180元 他本想着买来玩玩 但没想到的是 等他在珠宝店卖出时 就涨到了1.8万元 一转手就是百倍的收益 低桶金来得如此容易 让此人兴奋不已 在这之后 他一头扎进了翡翠赌食行当 同一时期 现辽西华龙翠玉珠宝公司的董事长 牛士昌花了9万元 替一个韩国人买了5块 比核桃大点的赌食 5块石头 牛士昌赌对了3块 其中一个出了13个满绿的界面 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 一个界面卖了4.3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 等韩商拿到钱后 就盖了一栋大楼 获利破风 翡翠赌食 除了成就一大批万元户外 也出现了一批千万富豪 原东方金玉的董事长赵兴隆 就是其中一员 有传闻称 上世纪90年代 他花了六天六夜 闭关自学翡翠知识 摸透了辨别翡翠优烈的门道 从此逢赌必赚 2003年5月 赵兴隆用赌食积累的财富 成立了云南兴隆实业有限公司 主营工艺品 饰品销售 两年后 赵兴隆通过一系列股权转让 和资产转移的操作后 将旗下的翡翠资产 注入上市公司 湖北多家股份 借壳上市 并将公司更名为东方金玉 然而 当时中国股市正处在熊市阶段 市场都不看好上市公司 赵兴隆却一意孤行 成功踏足A股市场 成为当时中国翡翠业 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上市公司的实控人 2007年当年 中国股市 创出6124点的历史最高点 整整涨了513.49% 赵兴隆家族 也以27亿身家 出现在胡润百富榜单中 登上了云南首富的宝座 只不过这家上市公司 2014年 被卷入了四目一哥 徐翔的操纵证券市场案 之后又作为徐翔案 守着暗仓股被爆出 赵兴隆才离开了董事长的位子 最近徐翔刚刚出狱 大家感兴趣可以扣1 感兴趣的人多的话 后续我可以给大家聊聊 股神徐翔的神秘操盘术 曾经还有个商贩 自己花2000元 买到一块原石 被同行 以十倍的价钱买走 然而仅仅半个月后 一位香港商人 出价20万买下了这块原石 并选择现场切割 刚切开 现场就大呼 赌涨了 这块原石 宝光四射 有肥有脆 还有一线长长的春色 现场一位河南商人 马上出价120万买走 之后做成了三四个摆件 一批桌子 界面 以及陆陆通 卖了800多万 赌石是一连串人参与的行为 一块原石 从缅甸到云南 再到其他城市 甚至国外会被转手恩赐 这就像击鼓传花 越玩越大 越赌越大 什么时候爆掉 谁也不知道 在一次采访中 云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周存慧曾透露 在上世纪末 新世纪初 翡翠造就了云南 上千个亿万富翁 而牛士昌 赵兴隆 也只是其中的缩影 但毕竟十赌九输 赌的生意赢家总是少数 血本无归才是常识 如果有人暗中操盘 那就变成了逢赌必输 3月缅甸政府开通了一条翡翠鹿路出口通道 这条通道其实与缅甸的募解 终点在一阶之隔的云南瑞丽 两年后经国务院批准 瑞丽市正式设立了解告边境贸易区 实行境内关外政策 境内关外是指 缅甸货物进入解告后不算进口 免一向海关申报 可以随时进入解告加工销售 反过来 中国的货物要进入解告就算是出口 可以享受退税政策 和政策放宽同时进行的 还有结告玉石城的建立 瑞丽翡翠玉石的市场日趋活跃 外行人开始涌入瑞丽 内行人赚外行人的钱 在赌石行当同样盛行 在当时 一些翡翠商人开始打起了制甲的主意 在售卖前 他们会先把原石切开 检查原石品质 如果质量差 那么他们会从中间挖一个空洞 至表层数毫米处 之后他们会把绿色的东西 比如绿色的牙膏塞进去 再封上 这样等到外行人通过窗打光时 原石就会透出绿色 还有的人 在不值钱的山料上面 模仿高档翡翠原石的外皮 直接做假皮 还有一种专门做假的压力剂 用来在玉石上注册翠绿的颜色 并把石头里原有的杂质冲出来 这样的玉石 就会呈现出剔透 静音的样子 这让原本就赌石如赌命的行当 又多了一层风险 据媒体报道称 一位商人曾出资6000万元 购买了一块翡翠原石 当时根据外皮判断 在场的所有人 都认为能开出优质翡翠 然而 等工匠切开一看 发现就是一块不值钱的石头 6000万打了水漂 商人当场晕倒 更夸张的 还要因为赌石而疯掉的人 据瑞丽本地人称 当地有人 做餐饮生意 赚了钱 就想赌一把 有了赌石的想法后 他就经常去赌石市场打赚 有一次 他看见很多行家 都在围着一块石头议论纷纷 称无论从什么角度辨别 都能出好翡翠 更有甚者 当时就叫价600万 要买下来 眼见到手的鸭子要跑 这人偷偷跑到 卖石头的人的旁边 说自己出价800万 叫他不要再公开叫卖了 800万 是这位做餐饮的小老板 抵押了房子 饭店等东西 再加上存款的全部身家 然而 等到原石被切开 发现赌垮了 翡翠行话中 赌垮了 就是赌输了 相反 就是赌涨了 据传 当时这人就疯了 之后在街头 总能看见他不断用手 做出切原石的动作 嘴里念着切切切的话 锐利大街上 走一圈能听到一箩筐 所以 为了减轻心理负担 一些赌食买家 在等工匠切开原石的时间里 一般不在现场 而是到附近烧香祷告 并且赌食人 为了增加赌食的准数 会在交易前算命 所以 锐利街头算命的行当 异常火爆 在当时 披盗袍的 穿袈裟的 织番旗的 各路门派都有 这种求得心理安慰的方式 在锐利也延续了几百年 相传 公元1400年前后的明朝 颠免珠宝贸易通道上的 赌食人 就有赌食前一个星期 只吃素 并且日日上香的传统 此外 赌食人 还要在赌食前 煮一只一岁以上的 公鸡的习俗 目的是通过吃鸡头 关鸡骨的挂象 判断此次赌食凶鸡 2001年 由于缅甸再次调整 玉石出口政策 刚进入高潮期的 锐利赌食业 很快迎来了低谷 当年 玉石被禁止 编冒的方式出口 只允许于海运贸易的方式出口 中缅陆路通道 被关闭 而中国内地 玉石毛料交易市场 也转移到了广东平州 据称 这其中还涉及了 瑞丽、平州 两个城市的暗中交锋 有资料显示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因为靠近广州的原因 平州人 会去到广州的玉雕厂厂打工 等学成之后 他们将玉雕的手艺 带回了家乡 而玉雕所采用的原料 就是从瑞丽等地采购的 但随着包括平州人在内的大量外地人 涌入云南原石市场 哄抬物价、欺诈等现象 余日俱增 为了降低原料采买价格 平州人开始选择跳过瑞丽这个中转站 据称 2001年左右 平州人去了缅甸 并游说缅甸的采矿公司 转换翡翠玉石出口路线 担任平州珠宝玉器协会会长的梁晃林 由于和缅甸最大的几家 翡翠原石开采公司的老板 交情很好 并且与控制翡翠矿业的缅甸军方高层 也有交往 梁在那个阶段 游说缅甸 把原石从缅甸出口到香港 再从香港转口到平州 自2003年起 经过平州人的集体努力 平州人终于入院 缅甸原石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平州 瑞丽的原石来源被斩断 那么迎接瑞丽未来的是什么呢 我来换张碟 请大家点开下集 继续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